紐約市警方上週三晚間逮捕了一名女子 她被控在曼哈頓34階Harrows Square地鐵站 無故用金屬水壺攻擊一名表演者的後腦 受害者名叫Ian Forrest 藝名叫I-Gracis 是一名醫學生兼音樂家 當時正在參與志願者計劃表演電子大提琴 嫌疑人是來自布林的23歲女子Amira Hunter 目前尚不明確她攻擊的動機 Forest表示 這次是她在不到一年內第二次在紐約地鐵表演時被攻擊 而且音樂人受到攻擊的情況比很多人意識到的要更常見